心动男嘉宾是13号王子瑜 如果有一点点想法的话 心动男人能恢复我 子瑜你好 其实我特别喜欢你的名字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你的耳朵 那我们平了 因为上学的时候 学过一篇古文 里面有一句是 子飞鱼胭脂鱼之乐 就是子鱼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子飞鱼胭脂鱼之乐 子鱼 就是你不是我不知道我的快乐 对 OK 有文化了 可以先闭一下眼睛吗 我准备了一些惊喜给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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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睁开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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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 其实我在电视上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我觉得你白白嫩嫩的根本就不是我的猜 就觉得你特别像弟弟 但是后来因为你的一些 就是和女嘉宾的互动 就是和女嘉宾的互动 我觉得你很有想法 所以就去关注你了 认为你真的和同龄的男生不太一样 思想比较成熟 另外我了解到你是从19岁就开始创业 最让我感觉到震撼的是你 拉着袜子在40度高温下 去一家一家的推销 当时遭到了很多人的白眼和嘲笑 我觉得这如果是我的话 我真的是坚持不下去的 真的我不知道 那么小的一个男生 怎么能承受这么多 对 所以你这一点 就把我深深地震撼了 而且 最主要的是 你是我喜欢的那一款 谁管有你在什么 其实 一方面很感动 另一方面也挺心疼的 感觉这个女生 真的是准备了很多 了解了我很多 然后也感受到她的珍惜 我就喜欢对自己有要求的人 对 所以 真的挺吸引我的 我偶然间 了解到你 你说你喜欢樱花 并且想和爱的人 有机会一起去看樱花 但是现在也不是樱花开放的季节 那我就给你准备了一些 关于樱花的东西 我希望你能喜欢 这个是樱花果冻 樱花果冻 吃一口吧 我来喂你 我来喂你吧 你是有点尴尬吗 是吗 我 就是蛮甜的 就是果冻吃的那种感觉 甜甜的就特别像爱情的甜蜜 子虞我可以请你再闭一下眼睛吗 当时女生突然来到我背后做了按摩 其实那一刻我心里很震撼 当时一瞬间我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完全脑中一片空白 可能那一刻是我一直心中在想的一幕吧 我知道你一直想找一个这样体贴你的人 我也想找一个能够依靠的肩膀 我希望能够在你累了乏了的时候 给你一丝温暖 我希望我们如果有机会牵手 可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共同成长 一起进步 互相取暖 我说几句好不好 我说几句好不好 一直都是自己憋的心理 包括我身边很多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能够能够在这些进步我心里还能够你 你最后的同样 我说几句怎么没有 我太丰富自育了 这些都是我一直想要的 就是你说的59岁 别人都在上大学 20岁的时候 我已经要坐在台湾桌上 我跟很多年长比如说40岁50岁的很多客户啊 行商啊在去谈判 我那时候怕别人觉得我小 然后有时候为了一次谈判我 我会去一个星期 甚至半个月我就不关乎了 想法可能留一点胡扎会看起来成熟一点 我不失望别人能够去理解我 但是我很多时候到了晚上 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真的是 特别想游个肩膀 然后 就包括你刚才 突然说了一些话 很感动我真的很感动 其实我生活中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人 就是你今天站在这里 无论是你对我的真心还是外形各个方面 你很完美 真的很完美 你完美的让我 我的理性告诉我 我不应该去拒绝你 那你为什么没有转身 但是 但是爱情来说它是 唯独唯独对于爱情 它是一个感性的事 我可以 生活中所有的事情我都去理性对待 唯独这一点 我了解了 嗯 你说到这儿我也明白了 我也不想为难你 因为 因为我喜欢你 紫瑜你能 能送我下去吗 我的世界里你好像透明的氧气 看不到也没不着 却没让人代替下雨的瞬间 洗脱了曾经拥有的过去 很多的事情需要静下心来整理 你我他算不关系 我选择成全面 或许非常 rumors 0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